鉴定一下网络这门生物视频 这哪是礼堂的呀 这是美国的一种紫草科植物 学名人叫Folisma Sonora 国内有人叫它蘑菇帽 加利福尼亚荒漠里的 感情丁真是加利福尼亚男孩 我都想晋升他为上市的 哟喂怎么这都有人问我呀 章鱼有这么脱皮的吗 章鱼眼睛是啥窟窿啊 电脑特效这看不出来啊 黄包南星 西藏那边的常见野草 别配这么一惊一乍的音乐 吓我一跳 一个掉了毛的松鼠 可能是北松鼠 这个东西从我做微博开始 就老有人问 问很多年了 这就是齿鹅的幼虫 齿祸 他走路就像人拿手量东西 所以叫齿祸 另外很多人竟然认为 这个齿祸是这么走的 甚至他都拍起视频来了 他还以为是这么走 从那开始我就不相信 什么神秘生物的目击报告了 眼神不好的人太多 澳大利亚的墨湿巨蜥 又叫墨顿水巨蜥 这只尾巴尖还断了 你看一下 这个是什么东西 你们见过吗 鹅腊蜘的弱虫 鹅腊蜘跟蜘是亲戚 但是它不会叫 而且很小 它小时候 也就是弱虫的时候 身体末端会分泌很多蜡丝 成虫就像一片树叶一样 这张图未必是视频里 那个虫子的成虫 鹅腊蜘光看幼虫不好鉴定 南方城市里更常见的是这种 屁股合不跟孔雀开平似的 这个是广治腊蜘的弱虫 成虫就是这一类东西 身体像微型的知了 但是翅膀很宽大 去年12月底 青海玉树掉下一颗火流星 这个大家都知道了 官方也确认了 但是没过多久 青海德令哈又出现一个东西 好多人猜 这个跟那个火流星 是不是有关系 其实没关系 为什么呢 我们来看看目击者的描述 它前面看到的是一道白光 一道白光 然后就像烟花一样炸了一样子 然后那个白色就消失了 就留下那一团东西 那团东西是我们眼看的 粉白粉白的 但没有这么红 但是手机拍出来就是红色的 在这事发生之前 我们博物杂志去年10月的天象专题 就说过这个东西 在前年19年就出现过这种现象 而且也是青海 跟这次一模一样 都是肉眼看发白 拍出来是粉红的 这其实是我们国家发售的火箭 释放的锂蒸汽形成的 这个蒸汽能释放红外线 人看不到 但是手机镜头可以捕捉到 所以这跟流星外星人都没关系 是咱们国家在悄咪咪的进步 因为这件事还教育我们 必须多看博物杂志 你不看博物杂志 生活里就充满了未知生物和外星人 印琴锥唐 苏名小提琴螳螂 这个应该没人知道吧 中南美洲的一种中丝 学名叫Markia Highstreaks 中文一般叫第一中丝 长得特别像第一或者苔藓 这虫子前段时间朋友圈传的巨火 我已经给好几个长辈解答过了 这片红的是小顿里的幼鱼 小顿里是东南亚的一种猛鱼 黑鱼的亲戚 俗名叫多曼鱼或者是大鲜笔 他们吃别的鱼很猛 但是养自己孩子是非常负责的 小鱼生下来之后 爸爸妈妈就守护着他们 小鱼呢 结成群也不离爸妈太远 几年前这个视频不是也很火吗 就是大鱼被抓住之后 小鱼围在他身边 当时营销号还删情 说小鱼想把妈妈拽下去 怎么想的都是他拿什么拽啊 这就是他们本性 你不抓大鱼 他们也围在大鱼身边 说你都看不见那大鱼 都被包住了 这个视频就是应该是大鱼给包到里边了 因为咱们中国的屋里 班里也就是所谓黑鱼 也会这样 会护佑 民间就传说黑鱼是笑鱼 鱼生子之后眼瞎体弱 小鱼就纷纷游在他妈嘴里边 以身似母 那这整套操作是图什么呢 自产自消 这都是看到这种现象产生的误解 最后为大家带来外国水猴子大灰翠 有个斗主发了个美人鱼的纪录片 是拍摄于亚德里亚海上渔船的视频 反正就是能一眼博士 找俩科学家一个一个分析 这些美人鱼的视频是真的是假的 你看这个是美人鱼拿鱼叉子逮雪鱼 最后这个视频 被誉为能证明美人鱼存在的 最令人幸福的证据 视频的拍摄者是海洋地质学家 托尔斯泰·施密特博士 他所在的团队为冰岛政府进行 勘测海床的工作 这几秒画面经常被各种营销号剪下来 没头没尾的发到网上 然后大伙觉得 是不是美人鱼这是真的呀 还有这段所谓以色列美人鱼的视频 也在网上很火 但是其实也是节字这个纪录片 但拎出来还是挺唬人的 美人鱼还回头看人了一眼 其实我们看这个纪录片的名字 叫美人鱼新证据 其实它只是模仿纪录片的手法拍摄的一个电影 里边这些主持人专家全是演员 电尾其实有个免责声明 说这个影片是基于科学理论的科幻作品 但是一闪就没了 里边那专家说自己是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的 但是人家管理局说我们这没这人 当时得知真相之后 很多观众都非常生气 但是这个片子里边用到的各种特效视频 就成为现在很多水猴子视频的来源 好下回攒够一波视频 再给大家介绍网络热门生物